美军为何用原子弹轰炸平民 美军不仅打败了老台国家英国 侵略中国 甚至在国策基准中明确提出了要称霸西太平洋 1945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一声令下 在日本的广岛投下原子弹 这一事件被称为广岛原子弹事件 原子弹的头发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死亡人口多达七万余人 无数民众受伤 成千上万的人因原子弹的爆炸而失明 这一事件推动了二战的进程 直接促成了日本的投降 1945年8月 日本接受波子弹公告 签署投降书 宣布无条件投降 美国投放的原子弹 给日本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原子弹爆炸的瞬间 广岛瞬间被摧毁 据统计原子弹投放当日的死亡人数达到了七万多人 占到全市总人口三分之一百多 广岛长期两处因原子弹爆炸而伤亡的人数更是达到了三十九万之多 二战后 日本强烈反对使用原子弹 谴责美国投放的原子弹的行为 美国投放原子弹的行为也备受争议 有学者认为 美国这一行为 虽然加速了二战的进程 但屠戮平民数量之多 实在过于残酷 让人不寒而栗 美日两国交战 美国大量杀害日本民众 确实很不人道 这种说法也可以运用到中国的南京大屠杀中 1945年 南京沦陷 日本展开了惨无人大的南京大屠杀 屠戮中国百姓三十余万人 长达四十多天的大屠杀 给中国四大古都之一的 南京留下了血的印记 二战后期 德国战败 外国环境不断恶化 日本的实力逐渐下降 穷途末路的日 提出了一亿玉碎的口号 即鼓励日本民众参军 号召全民皆兵 日本政府声称 美国不主张杀害百姓 蛊惑日本平民上阵杀敌 二战时美军为何 用原子弹轰炸平民 而不轰炸日军军营 美国要真正战胜日本 不仅仅要在军事实力上打败日本 还要使日本百姓清醒的认识到 一亿玉碎计划是虚无缥缈的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美国在投放原子弹之前 曾撒下六千多万张船单 劝告日本民众尽快撤离 但是 就后来日本的伤亡情况来看 日本民众并没有相信这些话 他们一意孤行 不听劝告 日本政府一意孤行 坚持认为这是美国的恐吓 不仅不阻止民众逃离 甚至还要求他们坚守阵地 拼死抵抗 广岛原子弹事件造成的巨大伤亡 和日本政府的态度有很大关系 甚至可以说是日本政府害了日本民众 广岛原子弹事件后 日本民众进行游行示威 强烈要求停战 不得民心的政策 使得日本军部最后孤立无援 一亿玉碎计划无法推行 无奈之下 日本天皇接受不辞弹公告 签署投降书 由此看来 美国将原子弹投放在广岛 长期两处是合乎当时需要的 真正损害日本民众的是日本政府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